大家好,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个生活话题 但是虽然是一个生活话题,它其实是一个哲学话题 当我们了解、理解、懂得了九哥今天讲了这个话题以后 我们对柏拉图的基本理论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谁说人民不懂哲学,我们都是哲学家 那么今天这个标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喜新厌旧 或者说为什么老婆总是别人的好 这个发生在我们生活中间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看到别人的老婆 总是觉得别人的老婆比自己的好 别人的老婆又贤惠又漂亮 还有就是这个不管你多么的相爱 多么的海事三蒙 我爱你一辈子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在那个海事三蒙的时候呢 没有人是在骗人的 那都是讲的真话 每一个在恋爱中的男男女女 讲的都是真心话 在那个时候 他们都会像罗密欧与朱利叶那样 为对话而去死 都可以做得到 OK 但是呢 即使是罗密欧跟朱利叶 如果两个人没有死 结婚以后 也不会永远相爱 也会有一天相互会厌烦 而那些真正能够 这个让人们非常 这个羡慕的 那个白头偕老的 到了老的还相亲相爱的这样的夫妻啊 其实爱的不是对方那个人 而是他们在一起 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如果有一对男女啊 他们两个人总是 两个人都是 对生活充满着新鲜感 总是在不断尝试新的东西 而且是一起尝试的话 那至于这夫妻是可以 白头偕老的 就讲我跟这个奔驰啊 其实他已经是 这是第二届了啊 我是四年一届嘛 他是第二届了嘛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 这个修掉他 不 这个话不能这么讲了 就是说到现在还没有 跟他这个 啊 话句号呢 是由于我们两个人啊 总是可以在一起 做一些新的事情 啊 兴趣爱好 总是可以弄到一起 可以在一起做事情 一起一些小说呢 一起这个买房子啊 买家具啊 修房子啊 现在一起修汽车 OK 干什么都有兴趣 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是这些内容 使得我们两个人 可以延续下去 而不是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啊 这个 没有的啊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啊 真的这个 到最后啊 那完完全全就是 看看人好不好 到最后就是说 你是有多少自私了 对吧 那很多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自己的爱啊 为了我要尊与我自己的爱 我要尊与我自己的感情 像这个安娜卡列尼娜啊 他就真的要出走 像这个啊 英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代亚娜啊 王妃 他最后就是说 他最后就是说 我哪怕是王妃 我哪怕你是王子 恰尔斯 我都要跟你离婚啊 他就追求他自己的爱 去找一个 意大利的一个 一个什么人啊 但是有些人呢 他由于他这个个性啊 他具有牺牲精神 那我就将就的过吧 啊 就除非这个 这个 这个 是非的舆论吧 就是牺牲自己 讲个不到好听的 这个例子啊 其实就是这个 日本的现在的这个 这个皇后 OK 现在这个天皇啊 啊 呃 他继位了嘛 他的太太其实过去 是一个电视台的播音员 你想想看 一个电视台的播音员 给这个王子看重 啊 最后嫁个王子 哦 他心里啊 真是 加历非常非常大 而且没有生出个儿子 送这个女儿 叫爱子 OK 所以这个全日本人民的啊 都看着他 这个他身上 生那个女儿 结果没有给这个 啊 整个这个 日本的皇室 留下一个种 OK 他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有很多的心理问题 啊 那我相信他确确实实 是做出了 很大的自我牺牲 而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啊 那个算不算中国 我们不知道 在清朝这个历史上啊 这个溥仪就是 他一开始娶了这个 娶了这个 这个两个 两个太太嘛 啊 宛如还一个什么嘛 另外那个呢 就是 后来解放 事先解放 以后他 他就是 他就是 依然就出走了 什么都不要 OK 我就是啊 当时还说许多是终身不娶哦 后来还是 还是还是结婚了呢 啊 数一说 这些人是可以 就是说 真正忠于自己的感情 能够走出去 还有很多就走不出去 啊 当然还有很多的 这个母亲啊 是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孩子啊 啊 啊 你想 各种各种原因 为经济的原因 比如说我在这个 日本的话 有一位小提琴的老师啊 这个是在 我们在 在明国啊 那是非常受尊重的 一位小提琴的老师 OK 这个女的 小提琴老得好 一般都是女强人 比较多了啊 那么他的那个男的是 也是一个搞音乐的 两个人关系不好 不好 那个 那个男的 两个人 就就就 好像也没有结 没有离婚 那就讲清楚啊 也不要离了 自己顾自己了吧 结果那个男的 就把他那个女朋友 带到家里来了 结果三个人一起生活 OK 然后呢 那两个小口子就是啊 日日落落吃饭啊 什么东西啊 他就在旁边 一个人在吃啊 他就是一种这种生活 而他 更多的时间 主要的时间 都是在他的工作室 他另外住了一个小房间 住在他的工作室 所以基本他都是在那里 一生大问题 教学生教学生教学生 有时候晚上还睡在那里 啊 这也是为了这个房产的问题 为了经济问题 很多麻烦的事情 他干脆婚又不要离了 反正我们就怎么过吧 这种事情是很多 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他是怎么处理的 啊 不重要 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 相互相亲相爱的 起来后 Oh my darling 给你个kiss 然后晚上也就滚床了 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服务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很少 记得有一个故事就讲 因为这个这个老先生啊 啊 那个老先生跟他太太在一起啊 这个老先生是一上了马路 就看美女 到这看美女啊 这个太太就是 根本装的没看见 就穿这个老太太 这个记者就问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太太 就说你这个 你现在那么涩 啊 你你怎么啊 涩不见 哈哈 这个老太太笑 他说我要是为这种事情去啊 去过不去的话 我早就不跟他在一起了 啊 他就是能够容忍 他能够理解 这个老头爱漂亮 这很正常嘛 你去看看人家 有什么 不论什么东西呢 对吧 他就是由于这个 他心方的宽 啊 我就是跟你就是个伴 我就是跟你 是个什么什么原因 我跟你在一起 那么其他的 我就不去管他的 所以这个妇女啊 做老婆以后啊 他又觉得自己 拥有这个权利啊 看这个老婆在外面 有小三的 或者是什么 啊 就打 就老 就吵啊 最后你什么都没逗到 但你一定要理解 这是人的天性 包括你自己也是 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 啊 是从头到尾 对他那个男人是 忠忠不欲的爱 那除非这个人是 不是一个正常人 OK 所有的正常人 都会喜新烟旧 感情都会变 OK 那讲到这里 大家就觉得很残酷啊 事实上 为什么说要经营呢 这个婚姻要经营 家庭关系要去经营 为什么叫经营啊 事实上就是要不断的在里面 添油 加醋 加资 加材料 啊 这个菜它永远 这个火灶不会灭 不断的加材才行 啊 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跟本次老师 这样的关系 啊 你说还像刚 当然了 我跟本次老师 一开始就不 不是谈恋爱的关系 就是两个人为了养这个孩子嘛 我领养两个孩子 领养两个孩子 没有妈不行嘛 对不对啊 那找个妈嘛 对吧 但是我跟他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呢 为什么会很好的朋友呢 就是由于我们可以在一起做事情 啊 这个年轻也好 漂亮也好 什么也好 英俊也好 有钱也好 都是是一时的 是吧 这个女的图你的钱 大家看是 你确实很有钱 图你的钱 但是她一旦有钱以后 她觉得很乏味 她最后会觉得 我的人生 不能够为了这几个钱 而那个什么 她最终啊 就是说 她会 她会觉醒 年轻美貌也是一样的 这个女的 美如天仙 漂亮得不得了 你总有老的时候 这时候你再漂亮一天 你看着她的脸 她也习惯了 啊 我的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 我曾经有一个小朋友 她的眼睛特别大 啊 因为那种时候 我跟她在一起啊 就习惯她那个眼睛 再去看别人都是咪咪眼 我怎么觉得 别人都是咪咪眼 啊 因为她眼睛太大了 你跟她时间太长了 而这个咪咪眼的 你找到一个咪咪眼的 你看惯以后 觉得这个咪咪眼是个标准 看别人都是 你鼓着眼睛 看着我看什么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人都会习惯 啊 而且习惯以后啊 她就不是 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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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天天看 天天看 天天看 也就 也就那么回事情了 你现在秦月还不漂亮 她笑我三四岁 也很漂亮 对不对 算是漂亮的了吧 那到时候 以后 这个 这个 一两年以后 就没有学到漂亮 不漂亮 她就 她就是一个人 她所谓的内在就出来了 这人丑也是的 你想我小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她那个姐姐 长得好漂亮的 就找了一个 吕文老师 那个吕文老师 真的长得很丑 回家里 在家里看 觉得很 真的很丑 不好意思说 她这个漂亮姐姐 真的就 下个这个吕文老师了 后来这个吕文老师 因为她是吕文老师 她就会讲话 会看玩笑 会讲古典 会讲故事 时间长了以后 觉得她挺幽默的 全家人都觉得 她也不那么难看 有时候觉得 还比较好看 就是这样 你习惯以后 不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一看 长得像个马脸 所以查了以后 这个人应该就是个马脸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讲了一大东 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话 那你要检查自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所有世界上正常的人 你只要是个人 都会喜新厌旧 OK 感情都会发生变化 我们想要做的 想要学的 只是如何去经营 如何去调整 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中间 如何使自己快活 就像那个老太太一样 她就这个心态 你耗舍就好 你耗舍吧 你就搞两泡就搞两泡吧 你这样到时候还回来 对吧 你还是我的老公 你还是把工资交到我手里 我们日子还是在过 就可以了嘛 她就这样一种人嘛 对不对啊 所以她能够宽心 能够过得下去 而有些人想不通 打打闹了 最后把家里 淘汰光光都砸掉以后 这种女人最后就是 连最后应该得到一点都没有了 她什么都没得到 最后就是 所以 我都讲了 这个一个正常的最后现象 所以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不管你是老公 还是妻子 所有的人 你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喜新厌旧 感情的改变 是正常的 是一定的 是自然规律 那么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与柏拉图 怎么扯到一起去了 柏拉图的哲学 对这根本的东西 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 不是一个理性社会 所谓不是理性社会 他讲的这个理性 跟我们平时讲的 这个理性跟感性 你理性出生 就是不要比感情用事 你要用 讲道理 又用你的智慧 还不同 他这个理性社会 是指的 有一个理想的 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OK 就像这个工程师啊 盖房子 画了一个蓝图一样 工程师画了一个图子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图子 本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图子 那图子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按照这个图子去盖 怎么盖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盖法 同样的图子 不同的人盖出来不同 啊 风格不同 颜色不同 或者怎么样不同 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 对这个图子理解是不同的 所以 鲍拉图认为啊 就是说在人类以外的 本身就有一个理性社会 或者是有些理想社会 他举了个例子啊 就是说比如说船 啊 为什么人们会造船 各种各样的船 就是由于有一个 本来就有一个理性的 或者理想的 一个船在那里 人们只是按照那个船的 那个理性的 去造了一个 跟它相似的东西 所以人类造出来 任何东西都不是完美的 都不是完全理性 或者是完全理想的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 不是完美的社会里面 而人类的秉性中间 人类的程序中间 就有一个要追求 那个完美的 这样一个要求 这样一个需要 因为人们是不断在追求完美 所以我们在梦到任何一个梦中情人的时候 为什么叫梦中情人呢 因为在梦里想的那个情人 它是完美的 是理性的 我们就会把那个梦中情人啊 那个理想的那个情人 套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女性就会想那个白马王子啊 多么的匠头们啊 多么有钱啊 英俊啊 什么什么 他们把他所有想的好的都堆积在 强调在这个男人身上 同样的 这个男的也是 会把这些好的理性的 理想的那个形象 放在一个女性的身上 觉得他就是我找的那个人 连他发个脾气 都是那么的甜美 就像我啊 这个领养的这对儿女一样 我想这个领养的孩子嘛 会比自己亲生的孩子啊 更加亲我一些 更加感激我一些 为什么呢 这个亲生的 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啊 你是我 我是你生的 那你当然养我啊 但是领养的不同啊 这个领养他知道 其实我可以不养他 但是我养了他 我就觉得有恩 对吧 我就觉得他们会 对我亲一些 会对我更感恩 而且领养的这个小女孩 我总是想的 在理想中间 我这个小姑娘 很这个年 年这个爹啊 很甜啊 很扯 很怎么样 很点啊 就跟爹关系很好啊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鬼事情 你真的领养以后 才发现 尤其我这个女儿 简直就是 好像世界上都欠了她的 就是你对她 无论怎么好 她都不会满意 她都觉得你还欠她的 而且她不会给你 杀杀娇啊 不会给你亲热 叫你一声爹啊 不会给你有任何情境的 这样的机会 这就是现实 跟这个理想 它的距离 但是你已经领养了 这也不是这猫吃 是狗 猫 猫还好一点 可以给人 狗都很难给人了 对不对 狗一旦认你是主人的话 丢子丢不掉的 那那都没办法 这些 不能说这能倒霉了 那就是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好 那我就当这个爹 当到她需要我为止吧 就什么回事情 所以我们所想象的 所有的理想社会 就是我们俩结婚以后 哎呀 会有一个温馨的家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多么的乖 我们俩幸福生活啊 就是happy forever 都是这样 但事实上结了婚以后 这个油米才爷呢 每天要做饭呢 每天要洗碗呢 这小孩子哭哭唠唠啊 在外面有学校里也闹事啊 好多好多的麻烦 那这些麻烦都是在一开始 我们的理想那个婚姻中间 没有出现过的 有些是经济的问题 赚的钱不够多 银行的贷款还不了 两人最后搞得无家可归 那就是我理想中的那个婚姻 我理想这个男人啊 就是不是你这样的 我受骗了 我被你骗了啊 这是女人最喜欢用的 就是我 你骗了我啊 你说过 你对我这个海事章蒙啊 你爱我一辈子 怎么怎么样 你现在变心了啊 你变心了 这是女人最好的武器 你变心了 你骗了我 怎么怎么样 她不知道 其实这是人的天性 你爱的并不是这个男人 你爱的只是 你心目中理想的那个形象 你把你心目的形象 那个形象套在了 现在前面这个男人的身上 而已 而在实际生活中间 跟你生活一段时间后 这个男人并不是你所理想的那个形象的时候 你觉得受了骗 你就会把受了骗这种感觉强加在这个男人身上 就像你把完美的强加这个男人身上一样 你把受了骗也强加在他身上 觉得是他骗了你 你都是好的 这是为什么碰到所有的离婚的女人 他只要讲我的那个老公啊 怎么样的话 我马上就不要跟这个女人来往 我不要跟你交朋友 我不要认识你 我就知道这个人不成熟 不是他人坏 他明媚 他没有明白生活中最最基本的道理 那就是说 你在说你的老公不好不好不好的同时 其实你对于老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女人 同样的 你的老公也是把你躺在身上 哎呀非常贤惠啊 非常懂事啊 非常宽容啊 非常温柔啊 啊 怎么怎么样 就是床上就像大夫平时 就像个娘 两家妇女啊 这就是玄妻良母 就是他也是把你理想化的那种 而当你不是那时候啊 床上嘛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不耐烦 好了没有啊 快一点啊 还没完啊 好 弄两项 对吧 平时洗碗的时候 那碗堆一堆 这个厨房你又不洗 说你为什么不能洗啊 我现在很忙 这就 一天让我就是两个相吵架一样 那么对于老公的时候 我要这个老婆干嘛 对吧 晚上就催我 快一点 平时呢 又是这样子啊 而且我在外面看那个美女 稍微斜一眼 她一个耳光就过来了 这种女人我要她干嘛呢 所以说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 你们就真的就变成了半个哲学家 你就知道啊 原来柏拉图 他的理论是这样的 我们人事实上是围着一个理想中的那个社会 那种去追求 而且人们有不断的追求这个理想的这种欲望 所以人们在不断进步了 你跟那个社有电话已经足够了吗 拨一二三四 喂 接轻 接轻的接八十二号线 八十二号 咚咚咚咚 喂 喂 八十二号吗 我是二十三号 聊天对吧 那很好了吗 不行 我们搞自动电话 还大呀 one two 太麻烦了 我们就按 一二三四 现在好了 手机电脑 什么什么都有了 以前还背个像砖头一样的 有电池的呢 还专门搞一个清笔了 或者秘书背电池的 那个大罗马 那个大砖头 哇 那广式的那种 那现在越来越 因为人们对现在的社会是永远不满足 那你说不说我们人类对社会已经变新了呢 不能这么讲 我们在不断的追求社会 我们坐飞机还不快呀 你飞 现在还不行 我要打到宇宙上去 再回来 从北京到纽约 我两个小时就够了 所以人的生活在不断的在追求新的内容 新的生活方式 那么人在不断追求新的人 有什么奇怪呢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不追求新的 反而就不正常了 当然再说回来 由于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有种社会的责任 要保存着社会的秩序 所以这个夫妻之间 家庭之间 要互相经营 要找到共同有兴趣的东西一起去做 要增加不同的内容 使得他们的这个家庭的生活 能够不断的 有新的内容 就是不断有柴火加 才能这个火 才能烧得万送 一直看烧到最后 OK 好 今天的这个视频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家庭关系 就讲了讲 人为什么会 人为什么都会 喜庆厌旧 而且人的感情都会改变 这样一个话题 联系到柏拉图的最最基本的原理 跟大家解释的这个现象 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 OK 谢谢大家 赞点拜拜 耶 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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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